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na 今天呢 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實測非常久的五款 日本痘痘藥的心得評比 也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五罐 那我會分別告訴你們 所以我覺得哪幾罐最好用 然後哪幾罐有點雷不用買 所以呢 如果去日本要買痘痘藥的話呢 看我這個特輯就對啦 OK 那麼首先呢 先來分享我的第一名 就是這五款裡面我覺得最有效的痘痘藥 就是這一個獅王的痘痘藥 那它的包裝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一條呢 我覺得算是這五款裡面我覺得最有效的 它擠出來呢 它是乳白色的液體 然後它的質地呢 是有一點像是水凝乳的感覺 擦起來非常的保濕 完全不會乾 那我覺得這款最棒的地方就是 我的那種大痘痘 每次只要擦了這個差不多過2到3天之後呢 它就會越變越小顆 然後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接著呢 它就會消掉 變成痘疤了 你也不用說 需要把濃擠出來什麼的 完全不用 它就會自己消掉 是我最喜歡這個痘痘藥的地方 那我知道 有在擦痘痘藥的人 可能會發現有些痘痘藥 你一開始用 非常的有用 可是後來再過幾次 就會發現 欸 它好像沒什麼效果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一款呢 是你第一開始用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 那後來持續在別的地方擦的時候呢 算是消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可是它還是會消 所以不是說 你用了一次之後 這個痘痘藥就沒用了 我覺得它的效果還是有 只是會變得比較慢而已 可是第一次擦的時候呢 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我覺得它算是可以回購的 因為我連續擦了幾個禮拜 然後在不同的 長痘痘的地方 然後都有效果出來 所以我覺得 嗯 它消炎的效果很不錯 然後重點是它也不會說 讓你有擦痘痘藥的地方 變得非常的乾 或者是脫皮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算是還蠻不錯 值得回購的一款痘痘藥 再來第二名呢 是這一個 曼秀雷敦的痘痘藥 它是綠色的 然後它的包裝有一點點小小的反光 上面有一個曼秀雷敦的logo 那這款的質地呢 其實跟上一款的獅王非常的類似 擠出來一樣也是乳白色的 然後擦起來的質地一樣也是水凝乳的質地 所以呢 它擦在痘痘的地方 一樣也是不會乾的 不會有脫皮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一款它擦起來的效果跟 獅王那一款最大的不一樣是 它是會讓你的痘痘的濃出來 就是你知道痘痘成熟之前 它不是都會有一個白白的頭嗎 然後那個頭一旦就是破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那個痘痘擠出來嘛 那我覺得擦這款痘痘藥的時候 它會幫助那個頭趕快出來 所以說 連續擦個幾天 你就會覺得 欸這顆痘痘好像可以擠了 那我自己用起來我會比較喜歡 獅王的痘痘藥是因為 它的濃也不會出來 可是它的痘痘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你就不用去擠它 可是用這個曼秀雷敦的話呢 你就要去擠那個濃 或者是它濃會自己破掉 所以說 雖然說也是有消炎的功能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好像會比較容易可能留下凹疤 因為如果你自己擠不好的話 就是會很怕那一塊皮膚凹進去 可是我覺得它算是也是蠻有效果的 就是連續擦二到三天之後 你就會發現痘痘有比較消下去 然後那個白色的頭有出來 但是連續擦個兩個禮拜 我有發現後來在別的地方 再擦這款痘痘藥的時候呢 我覺得比較沒有效果 痴亡的持續性的效果會比較明顯 那這款曼秀雷敦呢 它是第一開始用還蠻明顯的 但是後面用就會有一點點後繼無力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痴亡的回購率是百分之百的話呢 這款差不多回購率會落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那大家一樣也是可以試試看的 再來第三款痘痘藥呢 是這一個EPUR的ACNE CREAM 它的包裝是粉紅色的 裡面呢它是長這個樣子 還蠻大一罐的痘痘藥 那它的這個質地呢也是跟前面兩款一樣 擠出來是白色的 然後也是一樣是水凝乳的質地 那我發現日本的痘痘藥好像蠻多都是這種水凝乳的質地耶 擦起來完全不會乾 也不會有脫皮的情形 是蠻棒的優點 那這款痘痘藥呢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用 我擦了好幾天痘痘都沒有要消的意思 所以呢我完全不推薦大家買這一個 因為我覺得在我的臉上啦是完全沒用的 但是這時候也會買這個呢是店員很推薦 那個時候我在藥妝店 然後店員就說這些痘痘都要嘛 然後他最推薦我買這一個 因為他覺得這個擦起來最保濕 但是保濕有什麼用痘痘又不會消 所以我自己每次擦這罐的時候 我都沒有什麼信心 那現在如果要用到這一罐的話呢 基本上我就是擦心安的 頂多就是在上妝前的時候 在有痘痘的地方 然後擦一層 當做一個就是隔離的感覺 隔離乳液的感覺 但是晚上我不太會擦它 因為基本上我擦它 它都沒有什麼讓痘痘消下來很明顯的效果 所以我對這個痘痘藥 沒抱什麼太大的希望 因為我連續用了好幾次 痘痘都沒有消 那我是覺得這一個是完全不用買的一款痘痘藥 再來第四名呢 一樣也是非常雷的痘痘藥 也是完全不用買 就是這一個 iHeda的這個痘痘藥 它是資深糖出的 但是我之前也沒買過這牌子 不過這個iHeda呢 我阿姨很喜歡用這個牌子的保濕乳液 所以這牌子裡面應該也是有好用的東西啦 但痘痘藥就不推了 我跟你講這痘痘藥跟上一款痘痘藥一模一樣 就是你擦了之後完全零幫助 痘痘完全不會消 它一樣也是乳白色的 然後水凝乳的質地 擦起來一樣也是非常保濕 我覺得跟上一款的這一個 這個阿 我覺得就是擦起來是 感覺真的是非常類似 就是保濕型的痘痘乳液的感覺 但是完全沒用 完全不會消 那這款呢它網路上是寫說 它主打是無類固醇的 雖然說是一個優點啦 但是痘痘完全不會消 讓我完全不想用它 有沒有人用過這個痘痘藥有效的呢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給我 那我自己用是覺得完全不用再買了 真的是擦起來 沒用 那麼最後一款痘痘藥呢 可以說是這五款裡面的大雷公 是我覺得最不推薦的一款 就是這一個小林製藥 它的包裝是長這個樣子 那裡面呢是這個塑膠的包裝 然後是長這樣 那這款痘痘藥我最不推薦的地方是 它是灰白色的 然後它擠出來是比較稠一點點的質地 那你擦在痘痘的地方呢 它會變得很乾 就那一塊肌膚呢 會有一點乾到起屑屑 乾到脫皮的狀況發生 那因為這個痘痘藥裡面 有酸類的成分 所以會導致你那一整塊皮膚 有非常乾起屑的問題 是我沒有那麼喜歡的地方 那它乾就算了 如果它很乾好了 可是它擦起來有效 我還是會繼續用它 可是它又乾 然後它擦起來又沒有效果 所以就導致說 我完全不想要用它 那因為它裡面還有酸類的成分 所以說你早上也不能擦 因為你早上擦 可能出去外面曬到太陽 你就會反黑 那邊的痘疤可能會變得更嚴重 所以說呢 這個痘痘藥就只能晚上擦 而且晚上擦還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就是 非常的不推薦 那等於說呢 就是你早上也不能當作一個隔離的乳液來擦 那你晚上擦了它又沒有用 所以這個呢算是 這次買到的一個大雷公 就是我非常非常的不推薦 OK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次五款痘痘藥新的評比 那算是我實驗了一個月的心得 我都有分別就是塗在我的臉上陸續冒出來的大痘痘上面 那我覺得痘痘藥真的算滿神奇的 就是有的時候試在我的臉上有用 試在你的臉上不一定有用 那我自己用起來呢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獅王的這個 我覺得最有效 那大家可以買買看 我覺得不錯的 這兩個試試看 搞不好用在你臉上 也會有不錯的小痘痘的效果 那其他的我是真的沒有很推薦啦 不過如果你們想要試試看的話呢 也是可以的 那麼喜歡這個痘痘藥的影片 對你們有幫助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了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還有IG來追蹤我喔 那麼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吧 掰掰 放下一個影片 就給我們一發 我們下一個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